台電客服人員李一佳 仔細的回覆用戶的問題 這裡是台電北部客服中心 客服中心方面證實 近期多次接到用戶詢問 吹角簡訊真假 通常用戶會先打電話來說 我想查一下我家 我有沒有欠費 因為我收到一封簡訊 可是我也不知道 這是真的還假的 那我們就會先跟他說 就會先問他貴姓 然後會先跟他確認一下 他的用電地址或是電號 我們會先去幫他查 是否有欠費 警政署新市警察局方面分析 詐騙集團主要都是利用 民眾定期繳費的習慣 以及對公用事業單位的信任 透過夾簡訊夾帶連結 吸引民眾點選 他多半都是利用民眾 這一些可能固定型的 會消費的心態 然後再以不明連結的方式 然後讓民眾去點選 那當民眾他點選了之後 他就會出現一個畫面 就是要你去輸入 你的信用卡的這些資訊 那民眾他當他以為說 我只是方便我上去繳錢 當他輸入了這些資訊之後 隨即就會接受到一些 盜刷的簡訊 為了避免民眾受到詐騙集團 釣魚簡訊詐騙 台電公司與台水公司 共同配合數位發展部政策 從今年起在簡訊通知 設有111短碼 讓民眾辨別真假 台電方面也強調 簡訊通知絕對不會設有繳費連結 提醒民眾注意 台電的這個吹角的簡訊 上面是從今年的113年的1月起 我們是使用國家111的簡訊通知 上面有111的代號 那我們上面是有欠缺的 用戶的電費的月份跟電號 那不會有這個簡訊上面 不會有任何的連結 除了任命簡訊短碼111外 行事局方面更建議民眾多做一道查證更安心 即便它是政府發送的簡訊 也可以再做再三確認的動作 譬如說如果你要繳稅 或者是你有中華電信的帳單 你可能覺得收到說我可能沒有繳 那你也可以去使用譬如說超商的iPhone 或是做一些譬如說App 對做一些再次的確認 然後確認說自己真的沒有繳交這筆費用 再去進行補繳的動作 台電方面則呼籲民眾撥打1911客服中心專線確認 避免受騙上當 那事實上民眾如果收到這樣外界的這些詐騙的卷訊 是可以打電話到我們1911 我們專人都可以確認這些卷訊的真偽 當然我們165專線的反詐騙集團 專線也可以來做一些查證 除了分辨假簡訊外 行事局也提醒民眾注意詐騙電話 尤其是來電號碼前端加冠加字 都是來自境外國際電話 如果該來電號碼顯示是公務機關 或者是國內私人企業的電話號碼 就是詐騙電話 民眾接到這一類電話一定要提高警覺 並撥打165反詐騙專線查證 記者張啟騰台北報導 3-4-4-8-4-8-7、4-4-8-1 書籍터発號碼